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次也相访就是要爱人如己 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阿们 接下来由清光唱十万现实演奏之后 听儿童主任学校校长张诚之牧师讲 幸福这个道 圣诞快乐 慈爱的父神 为我们将独生爱子耶稣拆派到这地上 将一切感谢和荣耀归给父神 真心感谢深知父神的心意深爱着我们 为我们来到这地上的慈爱的主 祝大家把父神和主的爱铭记于心 凡世谢恩 在主里面欢度圣诞节 亲爱的圣徒们 2022年也没有剩几天了 这一年大家辛苦了 想想 今年也发生了很多事情 大家这一年过得幸福吗 幸福的词意是 生活中的一种满足和快乐的感觉 或者类似的状态 圣徒们 您什么时候会感到满足快乐呢 我们跟世上人不一样 我们是在遵行神道的时候 会感到满足和快乐 世上的人追求的幸福 和我们认为的幸福迥然不同 因为我们是父神的儿女 幸运草 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也叫牧剧草 是一种常见的植物 最为常见的是三叶草 偶尔也有四叶草 据说四叶草代表幸运 四叶草被公认为幸运的象征 有这么一个传说 十九世纪初 拿破仑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参战 无意中发现了一株四叶草 他觉得很奇特 想要俯身仔细观赏 瞬间一颗子弹从他头顶呼啸而过 他刚好避过了向他射来的子弹 逃过一劫 从此他称四叶草为幸运草 那么三叶草的花语是什么呢 是幸福 这就是我们在附近草地上 很常见的三叶草的含义 问题是 人们对这么多三叶草不感兴趣 偏要寻找四叶草 我想 人们是不是看不到身边很多幸福的事情 偏要追求一件幸运的事 每天过着幸福的日子 这种生活过习惯了 对于幸福没有什么感觉了 只等着碰运气 认为那才是幸福 我们千万不能这样 当然了 碰上这种一辈子难遇的好运气 肯定会很开心 但是如果认为只有碰上这种事情 那才叫幸福 那就无法拥有凡是幸福的生活 我们打开电视机就能收看这些 用网络 手机 报纸和书 能够听到 看到 生命之道 参加代理祷告会 患者连线祷告会 各种祷告会 祷告神尽情的赞美神 欣赏美妙的赞美 还目睹了人们通家主任牧师和周代行引导的父亲圣会和恩高全会后 体验了无数的奇事神迹和奇妙的全能口供 全世界无数的人心愿蒙允病得医治蒙受祝福将荣耀归于父神 每年的各种节气和活动 万民夏集训练会 创立活动 圣诞节活动 都带给我们幸福 每当我们遇到困难时 主仆人和工人们来探访 为我们祷告 鼓励我们 为我们解决问题 还有 心爱的圣徒们一起走心心之路 我们还有心爱的家人 我们身边触手可齐的这一切 都是父神赐予我们的厚恩和大爱 就让大家 如故2022年 将再一次明白 父神赐予我们无数的恩典和爱 多么幸福 多么感恩 就让大家开开心心地预备2023年 想要在主内过幸福的生活 应该怎么做 我来讲三点 第一 查验何为神的善良 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凭着善良的心和信心而行 神就是爱 愿意万人得救 蒙神喜爱 蒙受祝福 神绝不偏待人 不会只救这个人 不救那个人 不会只给这个人 不给那个人 按神的真理之道 按公义做公 比如说灵魂得救 神说凡求告主明的 就必得救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密加都必得救 这样承诺我们 救恩之门对所有人开放 关键在于 他听到福音后 信还是不信 相信 不是指听了神道 不知道怎样才能得救 于是说一句我信 而是指心里没有半点 没有半点疑惑 坚信不疑 正如经上说 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 而且信心因着行为 才得成全 照此经文 严格遵行神道 可慕蒙神喜爱也是 箴言八章十七节说 爱我的我也爱他 肯切是做我的必须的剑 我们爱神有几分 神也会爱我们几分 其实神就是爱 我们只要相信耶稣基督 神就会拯救他的灵魂 不过来到主内以后 想要步入与神相爱的阶段 首先要领悟神的爱 并且真心爱神 不要只是底上说 神那我爱你 要发自内心的爱神 用实际行动来证明 这才是真心爱神的凭证 想要蒙神赐福也是 人们只要进入神赐福的范围之内 都能能受祝福 使徒情传十章 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 是罗马军队意大利营的百负长 他得见了神 而且他的亲属 连密友也都得救了 他们还不是神的选民 是外邦人 却蒙受了这么大的祝福 这是因为哥尼流 信为神 诚诚祷告神 多多周际百姓 多多行善 由此可知 哪怕是外邦人 只要进入救恩范围之内 都能够得救 马太福音八章的百负长也是 他是罗马军队的军官 来到耶稣面前 恳求耶稣医治他的仆人 罗马大帝国百负长 竟然为了自己的仆人 来到耶稣面前恳求 可想而知 他这个人心地多么善良 耶稣说 我去依据他 百负长回答说 主啊 你到我设下 我不敢当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仆人就必好了 这是他信心的告白 耶稣听见 就稀奇说 这么大的信心 就是在以色列中 我也没有预警过 并且对百负长说 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 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 他信心很大 在耶稣面前降低下来 关爱仆人 非常善良 他有充分的条件 蒙受应允和祝福 我们如果像他一样行善 爱神 拿出信心 神会依允我们一切所求 医治我们 解决我们所有问题 什么是在神眼中 看为善良的事 世上人 凭着各自的良心 分辨善恶 这不能成为绝对的标准 良心是每个人心中的法律 根据各自的成长环境和条件 会形成不同标准 有什么样的父母和老师 其两心都不一样 所以神说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 可为神的善良 纯玄和喜悦的旨意 神善良的旨意 是指神的真理之道 意味着神的心思意念 神可喜悦的旨意 是指确信神道的信心 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 经文告诉我们 有信心就能得神的喜悦 神纯玄的旨意是指 完全按神的旨意而行 圣经上的众国人先知 按照神善良的旨意 凭信心顺从 得神的喜悦 凭信心而行 让信心得以完全 蒙受了亲人的祝福 我们也应当查 感谢何为神的善良 人权和喜悦的旨意 能信心做善事 做蒙福幸福的生活 三摩尔记下 十二章九节和十节所记 神所喜爱认可的大卫王 患罪后 神则被他说 你为什么藐视 我耶和华的命令 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呢 违背神道 得罪神 这等于藐视神的命令 还说 为什么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呢 由此可知 神就是我们分辨善恶的标准 还要知道 除了神一位之外 再没有良善的 你按神的真理之道而行 神会认定你是一个善良好人 让你结出丰硕美果 我们想要理系罪和非真理 成为圣洁 就当火热祷告 蒙神恩典和能力 蒙受圣灵的帮助 还需要行善 当然 奴隶成为圣洁的人 不可能不行善 但是要更加积极行善 才能更加迅速地成为圣洁 比如 想要除掉心中的恨 不仅要清理 心中的恨 还要主动 爱她 包容她 就能迅速地除掉心中的恨 神的儿女们应该努力 效果善良的神 亲爱的圣徒们 我们进入神用真理之道 所规定的善的标准和范围之内 根据各自不同的程度 都会蒙受相应的因缘和福分 愿我们圣徒们让心意更新而变化 按照神的善良的主义而行 蒙神伟大的爱和厚恩 所求的 进蒙英语 想要在主内过幸福的生活 第二 应该与众人和睦 最爱的神 不希望她的儿女们互相争吵 反目成仇 希望大家和平共处 愿意应允我们的祷告 那么怎样才能与众人和睦 蒙神喜爱与认可 百事顺利 莫幸福的生活呢 一个人 即使博大精神 富有才华和权势 如果内心邪恶 总跟别人发生冲突 就会惹出各种麻烦 所以神希望我们能够与众人和睦 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说 圣灵所结的果子 其中一个就是和平 马太弗九五章主节说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约翰义书四章十节说 不是我们爱神 乃是神爱我们 差祂的儿子 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 这就是爱了 耶稣也为我们的罪受死 做了挽回祭 让我们与神和睦 所以说神的儿女 理所应当与众人和睦 《利王记》上十二章所记 罗伯安接续他的父亲 所罗门王 所罗门座王 以色列会众都来见罗伯安 向他刊议说 你父亲使我们负重恶 做苦工 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 负的重恶轻松些 罗伯恩照着与他一同长大的少年人 所出的主意对他们说 我父亲使你们负重恶 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恶 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 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 他不肯一种怀疾 对他们说了很话 以色列住民就不肯侍奉罗伯恩 结果国家一分为二 谋害戴伊利的人们也是 他们是国家的从长和总督 具有权威 他们看到戴伊利本来是个俘虏 国王还那么信任他 抬举他就嫉妒他 想要把他除掉 不料自己倒成为了狮子的食物 他们是大国的高官 他与人打破和睦 作恶 结果有了这般遭遇 不与人和睦 各个方面都会出现问题 做什么事情都不顺 这是必然结果 初期之间 父母 孩子之间 同事之间也都一样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有些人虽然努力遵行神的真理之道 努力爱神 可慕 蒙神 恩典 但是跟其他人合不来 在神面前不够完全 我不是说他们连最基本的和睦都做不到 努力按神的真理之道而行 成就心中的意义的人 当然会与他人和睦 不是说要为成就大事 为成为大器皿 就要完全和睦 想要成就大事 而与众人和睦 应该怎么做呢 你 不可以 瞧不起领导 也不可以强调自己的意义 给领导添麻烦 假设 夏臣想要向皇上觐见 纠状他的错误 应该用什么方式提醒他呢 应该单独禀告皇上 或者成交建书 让他领悟 改正 这才是正确的方式 如果在众多臣子面前说 皇上您大错特错 作为皇帝 千不该万不该 就算你对皇上忠心耿耿 这不是让皇上在众多臣子面前 颖面扫地吗 不管你说的多么有道理 这分明是对皇上不敬 这种行为很不妥当 在家里 邻居之间 在工作单位 上下集和同事之间也都一样 不管做什么事情 无论自己多么有理 也不应该一味地坚持自己的意见 这不是完全的意 气密越大 神秘够重 就要更加注意 我曾经 群发一条短信 后后有一个人 给我发来私信 他说 您发的信息有错别字 我稍微修改了一下 您看一下 全力再发一次好吗 我写错字 他没有跟别人说 考虑到我的感受 他帮我修改好了 发给我 以便我重新发给大家 我心里特别暖 特别感谢 遵守次举 不让对方尴尬 全是体贴别人的感受 这才是真正的意 你就算认为自己什么都对 如果与人发生矛盾 那只不过是熟肉的意 有些人在主内比较正义 却没能成就更大的意 他们大部分都是没有过这一关 当明白这个事实 做出改变 不全会受大众喜爱 神也会更加爱他 赐下更大的福 想要成就大事 做到与人和睦 第二 不可与人结仇 阿太平五章四十四节说 要爱你们的仇敌 神的儿女们当然不能有仇人 所以说 你如果激发了对方的情绪 就算那不是有意的 还是会与人结仇 比如 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 被扔进狮子坑里和猎虎的窑中 他们之前也没有跟任何人结仇 之前也没有跟任何人结仇 但以理为人诚实正直 连谋坏他的人们也都找不着他的错误 错误过失 于是拿他的信仰说事 使出阴谋诡计 跟他结仇 恶人当看到对方做出公义的事 时会抓住他的把柄 暴露自己的恶 重要的是 差不多成就神的意义的人 也会迫不得已与人结仇 对付这些困难 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因人而异 使徒行传七章所记 斯蒂凡直士是一个无邪善良的人 人们用石头打他 还为他们祷告 那他为什么还被石头打死了呢 这是因为他大胆地揭穿了恶人的罪恶 斯蒂凡直士充满正义感 他说的话没有一句是错的 暂时那些恶人听着扎心 实在听不下去了 就对他下手了 当然这是个义举 他没有做错什么 如果更明智一些就好了 这样还能躲过他们的阴谋轨迹 耶稣是怎么做的 圣经上说 耶稣言行举止完美无瑕 从来没有说过被人抓住把柄的话 也没有做过失礼的行为 没有跟任何一个人发生过矛盾 始终行公义 摆平了所有环境 我们要知道 即便爱神成就公义 如果言行举止还不够完全 有可能会伤到别人的心 因为这些问题 得不到完全的信心 不能成就 不能成就神的义 想要成就大事 而与人和睦第三 不可以 瞧不起别人 瞧不起人是指轻视 小看别人 我们身边也有不少人被人欺负 遭遇痛苦 瞧不起别人说明他这个人非常高傲 那些举动属于瞧不起人呢 比如 不知己见 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别人 对方会觉得自己的意见被人否定了 很不乐意 你觉得自己非常有理 对方却认为你瞧不起他 心里不舒服 所以说这么做也不太妥 有自卑心里的人比较敏感 同样一件事情 正常人觉得无所谓 他们就觉得对方小看自己 善良的人不会这么想 就算那个人真的小看他 他也不会放在心上 看到有人这样斤斤计较 不要说他这个人很饿 要想想 他既然觉得自己被人瞧不起 会多么生心 能够体贴别人的感受 这就是主的心 弱者内心更加脆弱 应该多多体贴他的感受 多多注意 不要给他内心造成创生 也有的时候 你没有想看他 但还是会产生误会 比如你认为你比他高明 比他更多 不想给他讲道理 对方就会觉得 你是瞧不起他 你想要让对方明白什么事 就不要对他指手画脚 要好好给他说明 只要改变态度 对方也不会觉得你瞧不起他 这样万事会互相效力 让你得益处 愿受同的严守 秩序 讲礼貌 成就神的义 不以言行举止 不要干任何人接受 不要做瞧不起人的举动 从而在神面前成为大器皿 能够与众人和睦 想要在主内过幸福的生活 必须要成为主所称许的人 我们都喜欢被人夸赞 受众认可 受到夸赞和认可 本身会给人做榜样 让人能安 如果蒙神表扬和认可 那岂不是更开心 更值得庆祝吗 不仅树立得业 还会受人尊重 更是荣耀神的名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 才能蒙主称许呢 要成为主所称许的人第一 当看到对方力不从心时 不要指责他 有的人严格遵守神的真理之道 当他看到别人做不到时 就指责他 我们谁也没有权利审判谁 除非对方主动向我们请教 否则不应该随便指责 担当领导的使命 或者有这方面义务的人 也要根据学校给他说明 让他自己领悟 但是不可以谴责他 他如果趋心请教 也可以帮他指出问题 你遵守 你谨守遵循神道 但那个人不守神道 你就指责他 那你就是自作审判官 特别是领导 旺人级别的圣徒 还有在信心 初步阶段 努力成就灵心的人 这种现象比较普遍 一定要注意 我们只不过是受造物 没有资格批评论断别人 不可以指责别人 能给他说明 千万不要在别人身上找出毛病 问题是很多人在这方面 不能成就义和和睦 为什么说 想要成为主所称许的人 不能因为自己谨守遵循神道 就随便指责别人呢 因为指责别人 不是要服侍人 而是要受人服侍 你乐于服侍别人 说明你看别人比自己强 尊重他 他怎么能看出他眼中的刺呢 能看见那会更难受 且别人的短 更是无理的行为 是瞧不起人的行为 如果真的愿意服侍他人 会只看他的优点 只说他的优点 不会喧扰 不会照扬自己 不会跟谁过不去 不要因为自己遵守神的真理之道 就随便指责别人 做人要谦卑 看别人比自己强 以耶稣的心为心 不是他人 咱要成为主所称许的人第二 不要生气 不要争敬 要彼此服侍 有的人说是有信心 但只要遇到不顺心的事情 就马上升起 闻着脸 人们跟他接触 总有负担 如果领导总发脾气 那么下属本来工作压力就大 还有查言观测 精神上会很疲劳 当然领导性格孤僻 下属就总看他的脸色 心焚意乱 这也不应该 领导不好相处 下属还是应该 尊重组织和秩序 齐心协力 互相安慰帮助 这样才能盟主喜悦 看领导不顺眼就打破 秩序这不合乎神的旨意 应该遵守基本原则 彼此和睦 彼此相爱 合一 一个善良的人 无论领导 咱要指使他 他都不会觉得委屈 不过领导也要注意 不要因为像是老实 就毫不客气地随便处责他 互相劝慰 互相沟通的时候 不要那么强势 不要想着管教谁 应该彼此服侍 彼此分享 如果不愿意 不是对方 对方心里都会不舒服 生气说出伤人的话 自己伤到别人的心 对自己也没有好处 很不明智 雅各书一章十九节和二十节说 但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 慢慢地说 慢慢地动怒 因为人的怒气 并不成就神的意义 慢慢地动怒 不是说一直忍啊忍啊 最后人无可忍 火山爆发 而是要原谅 理解 不愉快的事情 不要放在心上 生气之后 会给自己找一个正当的理由 但是这只能会伤到对方的心 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 所以应该把这种情绪 清除关净 妨碍我们承受神的意义 把这些衣服通通除掉 才能成就宽大温柔的心 包容众人 能够带领很多人 想要成为主所称许的人第三 无论是遇到开心的事 还是被人指责 都不可动摇 一个人动摇了 说明他气民小 心胸狭窄 一个人气民有多大 心胸有多宽 当他在受到表扬 或者指责的时候 也会有什么心态 比如小人为十件事情受到表扬 就会欣喜若狂 欣喜若狂 得意忘形 大度的人就不一样 反而警察自己 有几件事情 真正值得表扬 如果对自己的表现满意 值得表扬 就会把它深藏在心底 努力做得更好 如果对方过奖了 那就应该发现需要改建的地方 努力改建 如果有人做得更好 就会正宠地推辞 把功劳让给他 小人呢 有人指责他十个缺点 这十个他都放在心 灰心丧气 大度的人 有人指责他 他会感恩 虚心接受 不会灰心 努力按真理而行 提升自己 发现自身的不足 努力改进 圣经上有一些人物 被神称之为大人物 他们面对死亡 也不动摇 一丝不苟地按真理而行 就像是戴伊里 哥尼流巴斯 他们没有炫耀自己的地位和知识 处处行善 感动万人 德高望重 还蒙神喜爱 成为尊贵的人 没有为此格意忘形 没有动摇 即便遭到严厉批评 也没有灰心丧气 所以想要成为主所称许的人 连这些方面也都要查看 而离弃地通通离弃 想要成为主所称许的人 第一次 不要觉得委屈 当有人无缘无故说 你说出伤人的话 也不应该动摇 不要觉得委屈 不要有负面情绪 大卫王就是这样的人 他的儿子造反 他就逃离耶路撒冷 到了巴护林 扫罗族 基拉的儿子世美 一面走 一面咒骂大卫王和王的臣服 王的臣服怒起 天凶想要过去杀他 但是大卫王阻止了他 假设他是一个小气的人 世美那样咒诅他 他肯定不会放过他 还好 他认为必有神的美意 希望一切照神的旨意成就 如果像大卫王一样 有一颗宽容的心 他遇到不幸时 也会保持乐观的心态 大卫记下十六章十二节 大卫王说 或者耶和华在我遭难 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 就施恩于我 有人咒诅你 你去以恶相对 那么神不会施恩于你 有人咒诅你 你还以善报恶 以善圣恶 那么照个人所行的报应 个人的神会施恩于你 心胸宽广的人 有乐观的心态 相信必然转后为佛 大度的人 凡事往好的方面想 非常乐观 这人便是主所称许的人 让我们圣徒们 无论遇到什么事 都要降悲己心 以主的信为心 服侍他人 何时何地 都要发出基督心腔之气 发出光芒 成为主所心称许的人 讲结论 以上讲了 能让财狼在主内 过幸福的生活 我讲了几点 第一 应该查验 何为神的善良 纯旋 可喜悦的旨意 凭着善良的 尊合信息而行 第二 应该与众人和睦 第三 应该成为主所称许的人 总而言之 当我们顺从 父神的真理之道 与神和睦 与众人和睦时 才能过真正幸福的生活 马太福音22章37日 瑞士节 耶稣对他说 你要尽心尽信 尽意爱主你的神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 且是最大的 其次也相仿 就是要爱人如己 这两条诫命是 律法和先知 一切道理的总纲 父神让我们 生在这地上 是为我们 好好经受 耕作 成为神的真儿女 能够与本为爱的神 真心相爱 愿大家明白 父神的这般心意 将神伟大的爱 名气于心 第一爱神 并且爱人如己 真心祝福大家 这就是我们的幸福 2022年 也没上多少天了 再过几天 就是圣诞节 我们将纪念 为座神与人之间的挽回 祭来到这地上的耶稣 回过一年 如果在父神面前 对于身边的人 有需要悔改的事 今年彻底悔改 和好罗出开开心心的迎接新年 共主的圣明祝福大家 为考今天分享的内容 红声祷告 祝福大家